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了 太好了 今天晚上七点 我们要去RX的工作室 跟他见面 现在 我们先入住酒店休息 好漂亮 你能不能别总一封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能不能有一点生活情趣 你当别人都跟你说的职责了 赚钱 这么说 你很懂了 反正呢 比你懂一点 对了 今天有一个 时尚品牌的户外市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别做梦了 今天晚饭之前 你必须好好待在酒店 为今晚的晚宴做准备 但是那个剧 只有今天一天 对了 我再提醒你一下 这几天在ALEX面前 你要好好地拿出 你这几天特训的成果 演得像一点 尹太太 知道了 还好够 好 请 好 我的呢 你在想什么呢 你当然是和我睡一间了 万一被ALEX发现 我们分房睡 要怎么解释 那那个应该是套房吧 突然呢 怎么 难道你要和我 同一间房间睡 谁那么想啊 我就是在想 你会不会把那个房 费算到我工资里 这个就不用了 不过你每天出门 必须向我报告 时间地点 接触过什么人 最好有书面警示报告 另外 晚上门禁八点 比我妈管的都严 现在是下午一点 你可以自由活动 晚上六点 我们要和ALEX吃饭 五点半 准时出发 老板 老板我来找你报备了老板 老板你再洗澡啊 那 你别怪我了 我给你报备了 我 没电了 顾兮兮 你又可以 喂 肥羊 什么 ALEX把时间给到下午四点 好 我知道了 我去叫一下顾兮兮 不好意思 您订阅记者 不能接近 您的订阅 请继续 你叫我待會兒